消防人員一邊徒手挖掘瓦力堆 一邊緊急灑水灌救 法國第二大臣馬賽 一棟四層樓的住宅發生大爆炸 隨後整棟倒塌 爆炸更是引發大火 讓現場弥漫濃濃煙霧 目前傳出至少十人受困失聯 房屋倒塌後 現場只剩一大片碎石瓦力 警銷出動百名人力在現場全力搜救 但是風勢不斷助長火勢 火焰在殘骸堆底下好幾公尺的地方燃燒 要完全撲滅火勢必須清除瓦力堆 但不管是用水還是泡沫滅火 都會對受困的民眾造成危險 當局坦言救援任務相當艱難 而且事發街道很狹窄 溫度非常高 讓搜救雪上加霜 即使事發至今 已經超過十多個小時瓦力堆還在冒著濃煙 而且廢墟內還是會不時傳出火苗 有附近的居民聽到爆炸聲後走到窗邊查看 結果目睹了讓人此生難忘的可怕畫面 目前還不清楚爆炸的原因 由於現場傳出火焰的顏色不是常見的紅色 而是陣陣的藍色 再加上先前附近的民眾表示聞到濃濃的瓦斯味 救難團隊懷疑釀貨原因可能是瓦斯外泄